雖然老公是身價90億的富商 但是婚後三度頭吃嫩妹 就連李文生病也不例外 但其實李文行情好得很 外傳天王周杰倫和王力宏 兩人還曾經為李文鬧不合 但在李文卻在節目中自爆 其實他的初戀情人是劉德華 李文今年出道滿30周年 能歌善舞曾經風靡一時的 萬人迷歌后 初戀情人竟然是劉德華 我跟劉德華 其實他是我的初戀 只是他不知道 李文在節目上大方認愛 劉德華是他心目中的初戀情人 李文在演藝圈行情很好 曾傳出天王周杰倫跟王力宏 為了他兩個人鬧不合 結果李文最後情定富商 加拿大籍的布魯斯 是進口貿易富商 身價高達90億台幣 2011年斥資6億台幣 跟李文舉行試起婚禮 巨星碧洋斯也是做上賓 但是李文婚後並不幸福 我覺得還好 這樣還沒有二毒嗎 沒有 還好啦 布魯斯兩次偷吃都被發現 甚至李文生病 他繼續偷吃 總共三次偷吃嫩妹 但是李文堅強到令人心疼 我不容易哭 感情絕對不容易哭 真的 對 我反而是 可能是親情那些比較容易哭 婚後李文全心投入家庭 甚至被老公傳染了感冒 四個月不能唱歌 就完全是 不知道怎麼了 就是完全唱不了 其實是 Bruce傳染給我那個感冒 李文因為疾病離開這個世界 身心科醫師提醒 女性40歲到45歲 以及5月跟11月是疾病患者 容易發生意外的年齡跟季節 家人朋友一定要多給予關懷 記者黃天耀 王一仲 台北報導 至少